哦 119 在旁边吗 他应该是进到车身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哦 直接秒掉 哦 瞬时还可以换把枪 嗯 就是不太好救了 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信息有可能一想象会给DDT信息 过点先埋掉一个 想补 几乎补箱很快 直接被捕了 嗯 这个信息给到DDT就知道了 你正面只有三个人 还在看 高打第一 远点有枪线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哇 近点的妹口 玩花的 还有11发子弹 打个要 队友把他的头顶架得很死 但是黄志龙是把Spaceman给放倒 远点枪线没有了 那近点高兴非常的危险 61看不到他这个反弦 他还在远点 只能靠近你的红点没空 黄志龙彻底补枪成功 扶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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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边是DT跟HQ 是在南部的围枪房打了起来 是 61这个过点黄志龙 没问题 没问题 一穿四 四杀 基隆哥 还得看基隆哥 支援到位了 看一下近点 DT和HQ 近点围枪是有人埋着的 Fridging Bay好像是不知道 DT已经倒了两个 DT还在扶人 HQ其实可以包围在这个房序当中 是的 感觉就像被锁住了一样 所以有优势的时候 还是可以稍微进攻一下 二倒了 冰架 是的 刚扶起来 腰还没打完呢 没喷到 那的话 HQ选择强顶尖利王 天弟弟是 连续的1897 连续放到两人 而Fridging Bay就是在侧翼也是开花 我感觉HQ的阵线被拉扯的太散了吧 是的 Ninja二倒要按一手了 现在就看天弟弟 这白了想补分 一打三 确实确实完全服不了了 嗯 只能看他能拖DT几个人 是 之前DMA 从西边绕过来以后 又面对到Pero 是的 只剩下黄志龙了 打倒了一个 由于第一个人倒了之后被卡住 觉得拉出来 他打了一个伞 很尽力了 尽力 尽大力 哎呀 但是其实HQ还是 呃 在这个阵型拉扯的过程当中 有点太犹豫了 嗯 大优势的时候 没有选择去顶 其实也反 就是侧面反应出 确实对手可能在 杰弗还在前点 稍微限制了一下 DMA 也是 选择要进圈了 是的 但是队友倒了呀 911好像是在花园 侧翼的山 就一丝 左后太爆了 速度有一点慢 哎呦 旁边还有小A的枪线 嗯 2-2的分彩 麦田真危险 WCG只能选择盲渣 看看这个陨石坑能不能踩一踩 跟TYE暂时做过邻居 稍微呆一呆 嗯 直接扎 扎到一个GS 现在也要选择进攻到这个假车库了 看看这个陨石坑能不能踩一踩 跟TYE暂时做过邻居 跟TYE暂时做过邻居 稍微呆一呆 嗯 直接扎 哇 张哲 临死之前 抛出去一颗手雷 给到阿泽一位一的机会 还想再扶 但是对方已经过来了 哎呀 这个雷都没出手吧 雷幻四 出手了 掉在自己裤裆旁边 嗯 没机会 但是防守力度还是要拉满 要拉的 哇 好 这两枪也太准了 这状态好好 嗯 高速行驶当中是直接将 看到周平那边已经动车了 明明被放倒 112 是的 很准直接抱头放到明明 雅比斯拉出了一个侧线啊 嗯 跑到四合院了 正面就三个人在顶 哇 那周平压力很大啊 自己选了不多 是的 高达迪他一个人摸过来 队友还没还没到位呢 是 那的话天梅的防守力度就比较小了 与此同时SM位置 嗯 前面这个观测坑没人 一颗手雷再排一点先吧 周平压力先补掉 露露一颗手雷精准 命中男呢 塞到了脚下 经典的威胁都处理掉之后 雅比选择持 而且这个过点还挺长的 有一把妹口 呂布 但这个过点距离太长了 对方还是有 能打到吗 明明没头啊 选择应对 蓝圈在这里屁股 哇 又是明明 打破突破口 但是血量确实不多了 蓝圈已经过来 只剩下了幻神 是 正面幻神打了一个 嗯 一打二 天梅选择不能扶人 赶紧清理 直接刷屏带走 还能扶吗 是 看下位置圈的边缘 翔路这个时候其实 在打之前就已经可以动了呀 上来去把天梅这边给清了 而WCG两个坑之间的邻居和TYE的争夺 WCG只剩一人了 没错 关键是翔路在往山上拉的时候 被XCG过点抽掉一个 只有一个人在进点 小A 对方刚好把人全部扶起来 这个手雷能不能起效果 二哥 哎呀 血量刚刚还没抬起来被炸倒了 是的 再来一颗捕 那肯定A2这个位置救不了了 嗯 对我说还得防一波 但是 原点有ACG的枪性啊 嗯 二打一 翔路另外两个人好像很放心 小A正面一个人的出 这个坑踩住的话 其实对于TMA来说就很难受了 嗯 你没有后续转移的点了 只能在这坑里面跟翔路打一波 是的 是一个高打低的姿态 三个人都压过来了啊 雷很多啊 哎 原点 TYA出枪 小A被打倒了 这个信息给到TMA 露露刚被扶起来 鸭皮想要在这个半波位置打peak 没问题 但这个枪鞋还是原点TYA的帮的忙 是的 就这边打起来也不 也不舒服的 对于TMA来说 杰弗还想要往前踩 咱那是考虑到原点ACD的枪鞋不太好换吧 还是想要去通过后点的队友做一下文章 想扔雷 有这个雷 好像应该是裤装雷了 SMS两个人贴到夹置库 两边的观测坑的话 17的阵线 小鬼倒了之后 好像側翼就没有办法给到支援 是 Ninja直接把小鬼给补了 看一下剩下三个人 天地地这个点 如果不拔掉的话 17进攻很难上去 天地地就一丝血 嗯 先用手雷 将天地地的位置先逼走 这个火能中吗 没有 差一点点距离啊 他应该在后点 而另一边 ACD好像也要去摸DT的背身 原点小五是放在了FREACHING BOY 很准 再跟一颗手雷 天地地的位置是点清楚的 还是往那个方向去扔 锁定在这边里抬头一看 原点还有人 找掩体 速九应该给队友爆点了 而天地地还是被小五的手雷给炸倒 Ninja的话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去扶队 而是选择回射先进圈边 因为ACG当时的出枪也是给了Ninja一个警钟 是的 有人去看了 扶一手速九 是 只剩Ninja一个人直接往北边就是东边去走了 没错 要去摸一下天路的背身吗 天路那边还在打TYE 哦 马卡巴卡枪马了 被小北直接抱头带走 十七要选择持续推进 ACG不想让十七进圈 但是正面架枪的人倒了 这怎么搞 给足央的ACG突然一下脚步缓了下来 嗯 因为他们打的不同方向的人啊 没错 而且主要是北边防区太热闹了 哎呦 5CDC很准啊 三倍进出枪放到了小五弟弟利用手雷想要再去限制十七 看一下小北血量已经不多了 两条枪线同时架住5CDC 趁这个时间ACG还把人扶了起来 目前依旧是保持满边 要穿了吗 要穿了吗 马东西最后出枪收掉了速九 是 这个边缘卡的还不错 队友也扶起来了 天鹿要去排观测坑的独狼 AUG出枪匆匆没有问题 这个排的就很轻松了啊 没错 阿满 但是他用的是副枪啊 如果说在近点的话很可能要遭受出枪了 你跳起来一下直接被打 用火箱补 没问题啊 最稳妥的方式去补这个人头 而且ACG也压到了天鹿的背身 没错 这把ACG打得很凶 方给劝退了 然后潘多拉一个人也去顶到了天鹿这个方向 想去拿分吗坦克 有拿分的想法 是的 天鹿的阵型被白了 坦克第一时间没有出枪 啊 被匆匆反打了 KID出枪将匆匆放倒 ACG这一波进攻把自己玩进去了 但是坦克倒地 ACG还有时间救人 是的 好在ACG现在人数 就之前他那一波 带眼还能拿一分 一看坦克的分数 直接拿 收下了 收下了 是的 老队友的分给太香了 上了队友 一喷 阿童木被噴倒了 坏了 但是KID并没有持续的进攻 哎 太大火了 要1v1 battle 哇 1897 1897 YYDS啊 献狂的很nice nice 笑呵呵啊 ACG 直接补掉 三打 一打一 应该没问题了 是 再封客户 看到了 一怕有机空中一跳 没喷到 哇 喷到了 喷到一个 性感的小脑壳 不会吧 阿瑟啊 但是乌西滴气很稳健 二打一 二打一 ACG不能太急 对方反正都要出这个围墙的啊 要稳 马东西应该是二刀的 直接补掉 二打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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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小心点 没看到啊 被秒了 一打一了 一打一 队友没跟强 巫师滴气根本没跟上去 为什么不打双人协同 要一个一个 我甚至觉得他是想拖到对方流血而亡 是 知道蓝圈带来了啊 一枪头没问题 恭喜ACG有惊无险拿下这一击 对方